在大人的引導下 小朋友恭敬的雙手奉上戒齒 向老師傳達遵師重道和師心授教的心意 完成拜師禮 大家都是親子讀金班的學員 這個讀金課程是個長期承諾 一讀就要讀三年 而且爸爸媽媽得陪讀 和小朋友平起平坐當同學 清朝秀才李玉秀的弟子歸 是很多讀金班必教的第一課 三字一句講述為人子弟和做人的道理 不過小朋友的理解力和專注力 畢竟有限 沒多久開始坐不住不專心 至於家長讀著古代經典 練的卻是耐性 剛開始讀金他當然會煩 我也覺得我會煩 每天要念那些東西 而且習慣了就不會 對 習慣了 你看他自己講了 習慣了就不會了 他變成是一個生活的習慣 讀金的習慣是左手押書 右手點字 眼到手到 耳到口到 才會把心也帶到 這麼反覆地看著念著 每個字的字形字音 也就慢慢地跑進小朋友的腦袋裡 如果是念三年的話 應該可以認識非常多的單字 對他到小學也是有幫助的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我覺得 他的果文都不是很好 尤其作文這方面都很糟糕 因為電腦都用習慣了 字都寫不出來 重點是他也會培養出一個 很好的一個讀書的習慣 我覺得現代的孩子 比較沒有辦法像這樣 很安定的一直在念書 其實他之前也很容易分審分心 那我覺得讀金對他的幫助就是 他能夠很安住的 很安定的 然後比較專注的 去做他要做的事情 不少家長表示 讀金確實有助孩子 培養語文能力和專注力 但更讓他們高興的是 孩子學會在日常生活中 落實經典裡的倫理 我們的孩子讀了這個經典以後 他們更有那種服務別人的一個熱忱 這是有很多很多的家長 他們感觸到很深的一個地方 禮貌方面更落實了 他很容易溝通 比如說我現在跟他講說 他講話態度不好的時候 我就想說你覺得你這個態度 你可以用這個態度跟我講話嗎 他馬上講 媽媽對不起 他第一個時間點他馬上講 媽媽對不起 雖說小孩子三歲到十三歲之間 是記憶的黃金期 但大部分的讀金班和家長 並不求孩子從此在學業表現 一鳴驚人 養成主動學習 提升文化素養 塑造穩定個性 才是為未來長遠的學習之路 所做的最好準備 中央設計的紅黃軍 王一文台北報導 小白 所,小白 小白 左